如果你身边有朋友突然食欲大增 任吃不胖而且还疯狂喝水 那么要注意他们可能身体有寄生虫了 今天要讲的电影是铁线虫入侵 这个男人是一个警察 这天他接到了警报 说在河里出现了一句奇怪的女尸 虽然他已经被提醒过了 但是当他先开步看到女尸的一瞬间 还是被吓得一个机灵 女死者是昨天半夜偷偷跳河的 看照片他生前明明是个白白胖胖的女人 跳河之后竟然一夜变成了一具干尸 更宁奇的是这并不是个例 仅仅一个早上就已经有两三起跳河变干尸的案子了 警方还没来得及调查清楚 第二天女死者的丈夫和孩子也死在了河里 经过初步联合调查 警方发现他们在今年夏天都曾去过一个叫西谷的地方玩水 刚好西谷那里也出现了同样的死亡事件 于是警方怀疑是那里的水质出现了什么有毒物质 导致接触过水的人集体死亡 男人被派往深入调查 西谷的村民看到他是警察都很排斥 当他说水质可能有问题的时候 一个村民直接就急眼了 激动的说他们的水源不仅没问题 而且还是一级棒 这是因为水源成澈 所以每年夏天才会吸引那么多游客 这条溪水是他们村主要的收入来源 既然这里如此三清水秀 那么为什么也发生了跳河变干尸的命案呢 面对男人的疑惑 村民的气焰瞬间就没了 支支吾吾的说 他们因为太穷所以才自杀的 村民说完就走开了 不再理会男人 为了等到水源之报告 当晚男人睡在了车里 他哪里知道 在他熟睡的时候 村民们如同丧尸般从他身边走过 一头扎进了那条小溪里 等他醒来 一开车门 水里已经全是浮湿 与此同时 全国各地同类型的死亡案件 激增 大部分都是死在了河里 死状全身干瘪 而有些直接就溺亡在家中的洗手盆 浴池等等 调查人员通过走访发现 所有死者除了跳河变干尸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特征 那就是此前几个月 全部爆发式 胡思海塞 却不见胖 此前几天又突然食欲不振 只想喝水 疯狂喝水 直到最后跳河身亡 这时水智报告也终于出来了 水智无毒无害 纯天然 就是水生幼虫比较多 就在大家一瞅莫展的时候 调查人员在其中一个女死者身上 发现了大量铁线虫 经过进一步研究 他们发现死者身上的铁线虫 和水里发现的幼虫一致 铁线虫是一种寄生虫 一般都寄生在 螳螂或者炸猛这类肉食性昆虫体内 等到产卵期 他们会刺激宿主的神经 让宿主跳进水中 然后他们从宿主体内脱离排卵 这听起来 就跟这次规模性自杀式跳儿事件一样 考虑到一般的铁线虫 是无法寄居人体的 专家组初步推测 这是变异铁线虫 蛇者们生前都玩过水 估计幼虫就是在他们玩水的时候 通过口腔肛门等途径进入人体 在成虫之前 寄生虫在人体内吸收营养 他们的暴饮暴食 无形就给幼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 等到幼虫长大进入繁殖期 就会极度试水 这就是他们极度口渴的原因 然后在某个瞬间 他们就会失控 跳进水里 吸收了人体大量营养的铁线虫 突然脱离宿主身体 会造成宿主瞬间休克 最后窒息身亡 新闻媒体火速的播报了这起新闻 呼吁所有今年夏天到水边玩水的市民 如果出现暴饮暴食 体重不增 或者突然性嗜水的症状 请及时到附近的医院就医 新闻一出 整个韩国都乱套了 要知道夏天玩水的人 可以说是数以万计 男人的哥哥直接傻眼了 他疯狂的往家里冲 前天他在高尔夫球场 亲眼目睹了领导疯狂喝水 最后失控扎进湖里的场景 更可怕的是 新闻里说的一切症状 他的老婆和孩子们全中了 他回到家 老婆和孩子们正在喝水 他换忙收拾东西 想带老婆孩子去医院 然而医院早就被挤爆了 对此老婆反而很镇定 都这个时候了 还想做饭给他吃 就在这时 老婆被水声吸引 一头扎进了水池 另一边 儿子和女儿也相继病发 他好不容易稳住了老婆和儿子 抬头却看到 女儿一脚已经划出了栏杆 准备跳江 他只好守小并用 死死锁住了老婆和孩子 与此同时 在医院的病人们 几乎同时病发 他们不足控制的 奔往最近的水域 就连水足箱都没有放过 肠面已经完全失控 所幸这种发作 持续时间并不是很长 有些患者挺过了第一次发作 不幸的是 第二次发作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专家们给患者做了全身扫描 他们发现 铁线虫已经牢牢地 粘在了小肠内壁 如果强制洗肠 很可能会导致患者大量出血 这时一个专家提出 驱虫药说不定广用 他们刚想试验一下 突然医院就想起了通知 一个女孩突然腹痛痉挛 并且口吐黄末 女孩的妈妈说 看到新闻说是寄生虫 就给女孩喂了驱虫药 没想到刚刚吃下 后果更严重了 话音刚落 女孩就咽气了 驱虫药行不通 洗肠也不行 庄家主陷入了绝望 就在这时 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她说自己曾有过症状 但是吃了一种驱虫药 现在已经没事了 特效药的消息一出 很快就被传封了 药店都被挤爆了 可是却没有人能买到药 刚好男人的哥哥 就是在特效药厂上班的 他起码跑回工厂询问 一问之下才知道 这个特效药因为滞销 在去年就停产了 他们根本没有库存 所幸的是 他们仓库里还有大量的原材料 只要重启生产线就可以了 厂长也信誓旦旦的承诺 一定会加紧生产 这个消息很快就被同步了出去 与此同时 为了进一步稳住局势 政府决定将患者和家属隔离 患者被集中关进了各地收拥所 到了晚上 患者突然爆发第二波发作 这次发作在蜂蜜的环境下 更加严重 乱跑的患者不是奔向水池 就是被撞死在路上 到了第二天 已经遍地失海 就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 特效药厂并没有如期敞出特效药 床长说 因为机器年久失修 走马刚启动就瘫痪了 也就是说 在机器修好之前 他们无法产药 这下就炸锅了 政府代表说 国难担钱 难道就不能公开配方 让社会各制药厂帮忙生产吗 床长回答说 不能 因为他们是商人 商业机密不能透露 除非政府有足够多的钱 购买配方 不然他们是不会公开的 政府代表只能问 厂长要价多少 厂长也不客气 说要五兆韩元 虽然这国难财发得毫无人性 但是为了好几十万儿国民的性命 政府代表只好妥协 就在准备签约的时候 代表接到了一通电话 直接就把合同撕毁了 并且砸到了厂长的脸上 骂他狗屎都不如 原来男人经过日理纪念的调查 已经查出这一场震惊全国的国难 居然是一场人为的阴谋 制药厂为了谋取暴力 故意在夏天来临之前 将研发好的变异铁线虫 投入到水中 接着又借机将研制好的特效药停产 然后大量购买制药厂的股份 等到场面失控的时候 再偷偷找个依托 说吃了他们制的特效药并被制好了 在一系列的引导下 不仅他们制药厂的股票疯涨 而且他们还能拿着特效药的配方 和政府糖买卖 不仅如此 他们为了赚取更多的钱 甚至偷偷囤积了大量的特效药 准备铁线虫感染爆发之后 用以谋取暴力 男人顺藤摸瓜 找到了特效药囤积了仓库 然而他哥哥刚冲进仓库的时候 大门就被反锁了 下一秒仓库就被身兼点燃 能救十几万人的特效药瞬间变成了灰烬 绝望之际 男人的哥哥突然想到了 其实根本不需要什么配方 只要将原材料堆在一起 制成药丸就成了 因为药效是一样的呀 他马上打给公司伙计 问到了原材料所在仓库 打算抢抢材料 分发给其他制药厂 而男人则立马将情况上报 尽可能给哥哥开绿灯 然后赶回了收拥所留意情况 这时收拥所的患者 已经快接近第三次发作了 久久没能破体而出的铁线虫 为了生存正竭尽全力 在患者肠子里面折腾 有一些已经快破体而出了 就在大家陷入极度恐慌的时候 这时一个女人突然站了起来 看方向是想去打开消防开关 这一幕被哥哥的老婆看见了 她赶紧上前阻止 她大声吼着一旦打开 这里的人都会死的 但是女人已经疯了 她听不到任何话 眼里只有水 他们的动作太大了 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 出于对水的渴望 他们秒懂了消防喷头的作用 他们如同丧尸帮往开关走去 嫂子寡不敌众快要支撑不住了 就在这时男人及时赶了回来 看到此情此景 立马狂奔将肿杂牛死 这边的风波平息了下来 哥哥那边也已经成功的拿到了原材料 被号召过来的厂长们 领到了任务和材料 立马开始批量生产 在最后光头 特效药被成功的制造了出来 患者也成功的解除了危机 这药厂厂长也被送进了大牢 受万人唾骂 生活渐渐的重归平静 哥哥打算带着老婆孩子们出国散散心 经过这次事件 哥哥后怕的说 去哪里都行 只要药店够多就可以了 老婆下意识的就回了一句 还怕外国也有铁线虫吗 这句话让他陷入了沉默 于是同时 不知名的海面上出现了一具浮尸 显然变异铁线虫 已经通过水域悄悄传播了出去 看到这里 我只能默默祈祷 现实中不会出现如此厚颜无耻的奸伤 以及不会出现如此可怕的变异虫